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增添更多双车厢的轻轨列车 并从明年开始取代榜额和盛港轻轨列车系统的单一车厢列车 以满足日益增加乘客的需求 目前在榜额和盛港轻轨列车站之间 穿行的共有25辆单车厢列车以及16辆双车厢列车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方达在回答议员提问时指出 明年起,双车厢列车将逐步取代现有的单车厢列车来增加载客量 此外,东北地铁县的榜额海岸站也将在明年投入运作 我们在Bongo增加了新的住民进入城市 预防新的住民进入城市 LTA最近加上一些车厢列车的速度 而使用更多双车的车厢列车 LTA在专业地盛看待状况 此外,针对议员提议在轻轨列车站安装月台平门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廉炫博士指出 当局自2018年开始已经在所有轻轨列车站安装固定屏障 不过轻轨车站的空间较小 安装平门需要额外的空间来容纳电力通讯和信号控制室等 许廉炫也说当指挥机是探讨安装月台平门的可行性 包括密切留意新科技产品的出现 公共交通业者也在探讨采用影像分析技术 以及早通知乘客必须留意的事项 也让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应对 过去十年坠入轻轨轨道的事件中 有两人丧命一人受伤